哈囉大家好我是宇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跟實測三星的 Gen4旗艦款SSD 就是這一個 這次我們要測試的是1TB的版本 主要會針對循序讀寫速度 遊戲跑分以及全盤寫入三個方面去做測試 那我們就開始囉 在分享實測的數據之前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顆SSD 說到旗艦級的SSD 三星一直都是名列前茅 畢竟他們從製造、主控、顆粒、DRAM、韌體等等 全部都是由三星自家設計跟生產的 在穩定性跟相容性上可以有最好的表現 也因為是一條龍的生產 所以在品質的管控上也能完全掌握 這顆990 Pro 1TB官方標示的循序讀取速度 可以到每秒7450MB 循序寫入速度可以到每秒6900MB 除了接近Gen4的理論速度之外 也是目前消費級Gen4 SSD的頂尖表現了 除了循序讀寫的高性能表現之外 官方標示的隨機讀取也可以到1200Kiops 隨機寫入速度可以到1550Kiops 比起980 Pro來說更是快上50%左右 除此之外在電源效率的優化上也有更好的表現 根據官方的標示 990 Pro的耗電量比較少一些 每瓦的性能比980 Pro高出50% 可以充分發揮出Gen4的性能 在散熱的部分 990 Pro有動態散熱保護技術 除了本身採用鍍捏塗層控制器之外 標籤也使用銅箔可以幫助散熱 而且它是採用單面顆粒的設計 所以如果是筆電要使用的話 也比較不會遇到裝不下的問題 另外三星也有自己的SSD管理軟體 也就是三星管理魔術師 除了可以監控SSD的運行狀況 還能夠做效能上的調整跟效能測試 也可以檢查SSD是否有韌體更新 並且輕鬆地完成更新和升級 在保固的方面台灣三星提供了5年的原廠保固 990 Pro 1TB是600TBW的有限保固 990 Pro 2TB則是1200TBW的有限保固 就看是5年的時間限道 還是SSD的寫入量限道 好了簡單的三星990 Pro介紹就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實際測試的結果吧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我目前電腦的規格 CPU是i7-13700 記憶體是DDR5-4800 32GB 主題版是B660F Gaming Wi-Fi 測試的時候是把SSD插在最靠近CPU的M.2插槽 我們先來看看循序讀寫的測速 讀取速度可以在7100MB以上 寫入速度也可以接近6800MB 基本上跟官方標示的速度相差不遠 這部分其實我有看到別人的測試 似乎這顆SSD在AMD平台上 循序讀寫表現比較好 不過其實也差不到5%的速度 我個人覺得是能夠接受的 這個測速的數值就給大家做參考 接著是3DMark針對這顆SSD 在遊戲上的跑分 它會測試遊戲的開啟、安裝、存檔等等的操作 然後提供一個分數跟測試結果給你 最後總共是跑出了4,313分 平均速度是727.67MB 平均存取時間只有41微秒 這個表現已經是頂級的性能了 相信能夠滿足各種遊戲玩家的需求 最後我也做了全盤寫入的測試 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速度大約在5400MB左右 到大約13%的時候緩存耗盡 速度降到了2000MB左右 但是速度是一路的提升 一直到大約35%的時候速度恢復到5400MB左右 接著就維持在這個速度 一直到50%左右的時候 才再次下降到1400MB 接著又再次一路提升 我記得以前測試全盤寫入 比較常見的狀況是超出緩存之後 就會用比較慢的速度一路寫到底 但是這顆990 Pro卻能夠慢慢回升 並且重複這樣的循環 讓整體的平均寫入速度來到3635MB 這樣的表現還是相當不錯的 作為三星在Gen4的旗艦款SSD 990 Pro的效能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幾乎是頂到了Gen4效能的天花板 而且這陣子SSD的價格真的是便宜非常多 我剛剛偷偷看了一下 990 Pro 1TB目前的售價 幾乎是只要剛上市時的一半價格了 以現在的市場狀況來說 入手幾顆高效能的SSD也不會覺得心痛 如果你正好有這個需求的話 或許可以趁這個機會 入手這顆三星的990 Pro 體驗一下它帶給你的高效能表現喔 好了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內容 希望能夠讓大家對這顆990 Pro 有更多的認識 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給我 我都會盡量去回覆你們的問題 希望這部影片能夠對你有所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拜拜